踩 踩 踩 走 逐陸中原 汶鼎神舟 金庸武俠天地 陸鼎記 有 下計 會翻轉世代 心氣傲 誰及我 張 百官 也整股氣弄 是問誰 能敵我 笑笑 往事不再重要 今日我有行作主角 笑笑 我律師妙計 就令你出現貧荒 這世的笑我是傻 怎知我心中興何 我阿爺未及我清楚更清楚 跌跌碰碰我扮傻 天風我歡呼唱我 我要換世但卻始終我是我 對話錯 但卻始終我是我 真是驚險 小桂子 你真是機智 老闆 這麼多人守住你 都被你走到回來 都是托皇上的洪福 皇上 無敗的餘黨勢力很大 奴才回來的時候一直應住路 不如我們馬上派兵 把他們全部抓回來 好嗎 很厲害 你快點傳旨 叫索額圖帶領三千兵馬 跟你去捉奸黨 是 奴才遵旨 一切都被師父估中了 好 我就依計行事 等一會見到索大哥 可以問一下他的銀票 對換成怎樣 好厲害 兄弟 你沒事嗎 好咯 自從你被那群人捉了他之後 做大哥他都不知多擔心你 現在見你平安回來 才放下心頭大石 謝謝索大哥關心 別說了 來…這塊銀票你先收掉 這裡一共是四十六萬六千五百兩 因為變賣搖拜的家財比預期多 我們大家是兄弟吧 有福同享 沒錯…有福同享,有難同當 和藤兒參見師父 190 兩星幾 foot 靖兒參見師父 是你沒空教我功夫 將來我練得不好是你的事 不可以乘機過橋抽板, 廢了我的 師父, 你這麼快就要走 小寶, 這本秘琴 記下了本門收集外工的基本法門 你每天自己用功就可以了 裡面每一頁都畫了人像, 很容易明白 現在我就教你收集內工的法門和口權 你要好好記住 是, 師父 小寶, 本門功夫以正心誠意為先 你為人心圓意馬 和本門的功夫本來是格格不入的 練起來會份外困難 你要加倍用心才行 還有, 如果你練到心煩意亂, 透暈眼花的時候 就不要繼續練 一定要收拾雜念, 再重頭練起 要不然就有生命危險 生命危險? 小寶, 你做甚麼? 師父, 其實我可能很快就會死 何出此言 我在皇宮的時候 海魯烏龜每晚都在湯裡下毒給我喝 弄得我肚子整天都痛 我看我的命都不會長 真的? 小寶, 你不用怕 你給我一隻手 讓我替你把下麥 我… 師父 那隻海魯烏龜真的很毒辣 他有心弄死我 毒當然有這麼毒, 這麼毒 你不用怕 海大是富的毒藥 或者世上真是無藥可解 但是我可以用內功替你逼毒出來 再給解毒靈丹你服飾 在十二日之內 所有餘毒自然會清除 那你就不用擔心 真是的, 師父 謝謝師父 小寶, 塔子氣有已成 反清復命是很艱難的事 你在皇宮時時刻刻會遇到空險 你年紀更輕 又沒學到甚麼真實的本靈 其實遺師也很不放心 不過既然入得天地會 就要不怕犧牲 是的, 師父 我為少寶不怕死 我會記住以反清復命為己任 一定不會讓師父刁面 就算刁自己的面也不好 是… 那我就讓小鬼子刁面 小鬼子是塔子太監 我們刁他的面 即是刁塔子的面 一樣是反清復命 你這個小鬼頭 遺師真的不知道 如何教導你才對 你看, 事後無多了 遺師要替你逼毒出來 然後你返回皇宮 還是會… 還是會… 你… 你… … 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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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乾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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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公, 我已經留了這個最好的位置給你 我去沖湖靚茶, 用點心來招呼你 好啊, 是的, 小二, 今天會說什麼? 會說英烈傳, 合不合聽聽, 公公? 隨便吧, 你去沖湖靚茶吧 是, 公公 公公, 小人有一張上好的膏藥想賣給公公 公公, 你看看 一半青一半紅? 這些是什麼膏藥? 是除青惡毒, 令雙目復名的膏藥 藥名叫去青毒復名膏藥 這個人最多三十幾歲 不是師父形容那個除老頭 這塊膏藥賣多少錢? 三兩白銀, 三兩黃金 那五兩白銀, 五兩黃金你賣不賣? 那太貴了吧? 不貴不貴, 只要真的去得青毒復得到名 就算做牛做馬都不貴了 公公, 我們出去再說 公公, 走了 我做了一道上好的香茶 這裡兩百文錢, 就這樣 謝謝公公, 謝謝公公 地震高崗, 一派溪山千古獸 門朝大海, 三河俠水萬年流 閣下是紅花亭叛哪一堂? 兄弟是青木堂 堂上燒幾柱香? 三柱香 原來你低我兩級 哥哥是青木堂燒五柱香的偉香主? 沒錯 你年紀大我這麼多 竟然叫我做哥哥 做香主真的各不一樣 在下叫高彥超, 是偉香主的下屬 九文香主英明, 今天得見真榮幸 客氣客氣, 大家自己人何必客氣呢? 本堂有一位徐大哥, 在天橋賣藥 今天被人打到重傷 特地來報告給偉香主知道 你誰打到重傷? 這裡不方便說話 請偉香主跟我來 青木堂的兄弟已經到齊 讓偉香主發號司令 偉香主, 請 偉香主有禮 對, 徐大哥身受重傷 不可以起身行禮 行了, 大家無需客氣 對了, 徐大哥是被什麼人打得這麼傷? 是不是被韃子的鷹抓? 在雲南木王府的人打傷 木王府? 袁禎道長, 什麼木王府不是和我們一路嗎? 徐大哥今早受傷之後 回到你回春堂藥店 說是被木王府兩個姓白的青年人所傷 然後就暈倒了 姓白? 不就是木王爺四大家將的後人? 是, 我相信是白寒蟲, 白寒蜂兩兄弟 江湖中人都稱呼他們白氏雙木 兩條爛木有什麼這麼厲害? 那知不知道他們為什麼打傷徐兄弟呢? 徐兄弟脾氣相當好, 不輕易跟人爭執 除非白氏兄弟出言不信, 榜貴扁堂 什麼榜貴扁堂? 這樣就要由吳三貴帶領清兵入關廣棋 當年李闖公入北京, 逼死宋禎天子 國地忠臣義士, 紛紛推舉太祖皇帝的子孫為禍 最先是福王在南京做天子 後來福王被撻子害死 我們唐皇就在福建做天子了 怎知有批人在廣西雲南擁戴貴王做天子 又另外有批人在浙江擁戴老王做天子 其實他們那些都是假天子 哦, 我明白了 天無二日, 民無二主 既然唐皇做了天子 那麼貴王老王就不算是天子了 後來唐皇老王貴王都先後遭難 這麼多年來, 江湖上的浩劫不忘命失 分別找了三皇的後印, 奉以為主 執行繁清復命的大業 而我們天地會就是唐派, 是正統 至於貴派和老派, 都是散為 不用說了, 穆王府那些人一定是貴派 是嗎? 沒錯, 十幾年來, 三派都相爭不休 徐大哥今天受傷也一定是跟你這件事有關 莫王府在江湖上名聲好響 畢竟也是反清復命的自己人 他跟他們交事隨時會動刀動槍 難免會有損傷 所以我們必須稟密為鄉主 由為鄉主出主意 我是一個十幾歲的小孩 說就說是鄉主 但你們經驗比我豐富 你們竟然放我上桌 要我拿主意 分明就是想找我當擋箭牌 這次我帶頭去莫王府找晦氣 無論輸贏, 都是一塊骨頭 這班人就是想在雞蛋裡找骨頭 想趁機廢了我這個鄉主 哼, 你以下而我不會上當的 各位大哥, 小弟雖然是鄉主 但只不過是偶然殺了搖拜 我沒什麼本事的, 也沒什麼計謀 我看都是請袁禎道長出個主意 他一定比我高明的 說得高明, 憑鬥又怎能召喚高大哥 高大哥, 你有什麼意見 還用想的, 一如上會 要他們叩頭認錯 我們天地會不太欺負 不承認, 打到他承認 袁禎真是狡猾, 想脫身 沒那麼容易 袁禎道長, 你給一下意見 這樣吧, 我們不妨約幾位 去北京城的聖明武師 一起去牧王府, 請他們做個見證 免得日後有人說我們天地會 八分是非, 上門下人 傳到總台主意中, 他會掛罪我們 很厲害, 那就照袁禎道長的意思去做 好吧, 但是偉鄉主的公眾當差 萬一行藏敗路, 性命有關 偉鄉主無需親自出馬 我們去跟白氏兄弟交涉 結果如何再回報偉鄉主 你們不要向外人透露我的姓名身份 就行了 貧道有辦法, 只要為鄉主 乔裝打扮一下, 就沒人知道他是公公 好了, 明天午後 我們就回這裡集合 然後一起去找姓白的孫長 阿姨, 白家門口掛了兩個白燈籠 難道白家在做喪事? 別管了, 開門 來… 你們是… 老人家, 請你回報李家主人 說武姓標局, 譚腿門 和天地會的幾位朋友 來拜會百大俠百二俠 這張就是我們的拜帖 天地會? 這個奴才真是無禮 就這樣走了, 甚麼意思 馬掌門說得一點也沒有錯 馬掌門, 黃總標頭 和各位大駕剛臨, 有失遠形 在下百韓風有禮 百二俠有禮 各位, 請進來韓社, 請 請 百二俠身穿校服 不知府上哪位先游 是家興寒從不幸忘固 可惜… 百氏相募 是穆王府的英雄虎將 武林中大名鼎鼎 白大俠正當英年 不知患了甚麼病 馬掌門, 在下敬仲你是武林前輩 以禮相待 你這樣明知顧問 分明是譏諷我 那就奇怪了 老夫不知道才會問 百二俠死了兄長 就算心中悲痛 也不應該向我這位老頭子發脾氣 請坐 偉鄉主, 請上座 還是請馬掌門上座 你就是青木堂偉鄉主 我的手…很痛 快點放手 那門也是走 百二俠, 別欺人太甚 百二俠, 放手 在下蘇公, 代百二俠向各位賠罪 原來這位就是穆王府的勝守居士蘇哥 百大俠不幸被天地會下毒手害死 所以百二俠才會這麼激動 不會, 天地會怎麼會害死百大俠 絕對沒有這樣的事 絕對沒有這樣的事 難道我哥哥還沒死 你們來吧, 跟我進去靈堂看清楚 大哥, 你放心 我一定會殺幾隻天地會的狗畜生 幫你報仇 躺在棺材裡那個 就是當天在飯店 用筷子擊打吳三桂布下的人 他武功高強 想不到這麼快就死了 我, 百二俠, 熱哀順變 你真是這麼肯定 傷害令兄的人 是我們天地會的人 害死我哥哥的 就是平日在天橋賣膏藥 愛好百秘元後的徐老賊徐天村 他是青木堂的人 是不是呀, 韋鄉主 是, 徐大哥的確是青木堂的兄弟 不過, 他都被你們打得重傷 厭厭日式 老實說, 我們今天到訪 也是想問個清楚 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事 同時我們也不知道你大哥已經過世了 百二弟, 既然為鄉主這樣說 你就把實情告訴大家 討個公道 好 好 前日下午, 我和哥哥在天橋一家酒樓喝酒 親眼見到徐天村教訓一個叫做盧一峰的狗官 這個盧一峰, 似著是吳三貴的屬下 就張勢令人, 徐天村看不過眼 就和那個狗官打起來, 打到他口腫面腫 當時大家都覺得是志同道合 所以就邀請徐天村回來吃飯 後來聊聊聊, 聊到反清復明 我們三個人, 不是 應該說, 兩個人一隻狗 我們越傾越頭契 兩個人一隻狗, 越傾越頭契 難度挺高 小規, 你說什麼 百二俠, 偉鄉主年紀輕 但是他是閉會青木堂的鄉主 閉會上下都很尊敬他 鄉主又怎麼樣, 這裡是木王府 百二俠因為兄長身故, 傷心過度, 說話衝撞 請各位不要介意, 為鄉主請百合 百二弟, 你繼續說 我們三個 不是, 是兩個人一隻狗 你… 大家說到反清復明 說到日後清除撻子 推舉洪武皇帝的子孫得位 皇上在緬甸駕崩 只留下一位小太子 小太子聰明睿智, 如今隱居深山 將來必定是英明天子 百大俠, 你怎麼這麼說 真命天子, 如今好好地留在台灣 徐大哥, 我們的小太子何時有去台灣 百二俠, 我說的是龍武天子的小王子 而不是歸王的子孫 徐大哥, 我們兄弟都很佩服 你是反清復明的英雄豪傑 只不過天下大事 你老人家見識就差一點了 崇禎天子駕崩, 福王自立 福王為清兵所富, 堂皇不幸殉國 我永歷天子, 即是天下之王 永歷天子殉國之後 自然應該由他的子孫繼位 白大俠, 你這麼說就不對了 龍武天子殉國之後, 兄中帝及 由聖上的親兄弟, 肖母天子, 在廣州接位 貴王就派兵來攻打肖母天子 大家都是太祖皇帝的子孫 不打滿清韃子, 反而自己人打自己人 豈不是大錯特錯? 到底是誰最先挑釁? 我永歷天子好好派遣史臣來到廣州 命堂皇隨去尊號, 堂皇非但不奉旨 反而興兵抗拒天命 堂皇這樣的所作所為, 分明就是犯上作亂 大逆不道, 可以說是罪魁禍首 三水那一戰, 是貴王聽了手下奸臣教唆 派了一個叫做臨貴鼎的人 擺兵來打廣州 錯, 是堂皇首先派兵去攻打肖慶 我永歷天子才被迫起兵應賤 你不要是非不分 你自己離愧就想動武 你們牧王虎百事相目, 威名遠鎮 但是我是天地會一個無名小卓 亦不會害怕你 好 說膽吧 好, 徐天村, 豐培到體 小寶神宮一分鐘, 主持劉天賜 小寶神宮一分鐘, 第十四集 這集精彩 講到小寶神宮的忠心問題 什麼忠心問題 就是我們日常生活經常見到所謂 責任問題 徐天村被百事雙雄傷害了 眾人就要小寶出主意 小寶呢, 他滑頭 所以他都推卸責任 這件事不要學了 原來一個人 見到他的品格高不高尚 就跟他肯不肯負責任 擔負起的責任有很大關係 經常什麼獲都要卸的 這個呢, 勒極有限 好人也有限 所以在適當的時候 應該拍心口 扶起責任 這才是真英雄大人物 好人的 還有年紀平均 分別看我 好人的 不妙的 并且由林友荣 钟杰良 陈炳球 叶伟伦 曾永强 大伟光 刘雪明 谭汉华 余世藤 何国雄等联合播宜 香港电台广播剧组制作 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我要援世 但却始终我是我 对或错 但却始终我是我 对或错 好我 参!和腰 有当金星相 想管我 事何后果 心 最怕我七鬼太座 英雄 难敌过 笑笑,有红福照亮我 费旧女恶魂已经过 笑笑,像是天意让我 要去找心中爱甚多 这世界笑我是傻 总之我心中轻和 我阿爷未及我清楚更清楚 叽叽碰碰我扮傻 天崩我欢呼唱和 我要换势但却始终我是我 对或错但却始终我是我 这世界笑我是傻 总之我心中轻和 我阿爷未及我清楚更清楚 叽叽碰碰我扮傻 天崩我欢呼唱和 我要换势但却始终我是我 对或错但却始终我是我 对或错但却始终我是我 总之我心中轻和 我阿爷未及我清楚更清楚 叽叽碰碰碰我扮傻 天崩我欢呼唱和 我要换势但却始终我是我 对或错但却始终我是我 我耳心中轻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